大家好朋友们 7月21号了 这个0点01分啊 新的一天开始了啊 这有很多的朋友 有粉丝啊 给我发来了 关于这个河南郑州这一带啊 这个大水灾的 一些真实的状况的文字和视频啊 感谢啊 感谢粉丝的厚爱啊 抬爱错爱啊 这个给大家播放一下啊 内部明电明电啊 明码电报啊 发电单位郑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 等级正防止电202149号 正机发号啊 关于组织做好长庄水库 及所和下游人民群众应急撤离的通知 所和所需和 甲鲁河河河沿线各区县市人民政府扩湖管委会 冒号 在经受连织多天强降雨浸泡后 7月20日 长庄水库坝后坡在125高城处出现管涌险情 正在紧急派洪 市水利部门正在组织队伍物资进行应急抢修抢护 同时为确保南水北调安全啊 还有一个南水北调中线的总干局在河南境内啊 南水北调从湖北的丹江口水库掉水啊 经过河南湖北湖南湖北河南河北到北京啊 所和退水闸开始大流量的泄洪 下泄流量100立方米每秒以上 当前我是大范围强降雨仍在继续 库区汇水集中汇集的汇汇河的汇汇水啊 集中水库的水位涨幅较大 以超出汇县水位 为确保下游沿线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请各地接通之后尽快组织群众紧急转移疏 联系人丁杰联系电话67171531 67171531 2021年7月20日 再给大家看看那些视频啊 特别惨 这是发这广播呢 降庄水库将泄洪做好立即撤离准备 郑州中沐县通知做好撤离准备 河南郑州中沐县防汛抗洪指挥部 7月20号发布通知 这是军队的叫中部号角新媒体中心 我们再看看啊 河南洛阳一川县境内 再看一下啊 河南洛阳一川县境内 一河滩蓝水坝20米的绝口 应一川县的要求 中部战区83集团军某工程防化旅 83军工程防化旅 执行爆破分红任务 救援仍在持续 这个叫中部号角新媒体中心 现在军队也搞这种宣传活动啊 这是哪些都 心肺复苏 不知道能不能活下 看这个 女师 什么电力门口没听懂 省什么什么电力门口没听清楚 河南暴雨 这个又叫翟医师 他发的微博吧 他说 在外地医院看望岳父 碰巧不在郑州 朋友们问候 才知道郑州暴雨成灾 宾馆里打开电视 想看看灾情怎么样 河南各个频道 竟然没有一个去实况报道 河南卫视放着抗日神剧 然后有一个人说了 说电视台是宣传口啊 要听领导的话 领导不让播就不能播 你就当没存在 就跟李毅说的似的 中国死了4000 美国死30万 是吧 都是新冠疫情 那中国这4000 比美国的30万 我们就等于一个没死 是吧 这有一个叫展江的 是个律师啊 还是媒体人啊 还是大学教授啊 反正这个人前些年在媒体上挺火的啊 展江 他说如果各路消息准确 郑州和河南的一些地方 遭受可能是有史以来难得一见的暴雨灾害 河南省外许多人在关心揪心 请河南 请河南卫视停播抗日神剧 而转为紧急状态 滚动播放 滚动播放 救灾新闻 然后下边有一个说 他也叫他就是河南卫视 说收到已经在协调了 河南卫视马上开始直播 感谢关注 还得让别人提醒啊 然后有人说了 你说你一个省级电视台 还要靠网友提醒 才觉得想起这个应该干什么 还收到 然后又有人说了 你们抓紧赶紧全屏播消息啊 发挥你们的作用 你们是国家的电视台 人民的电视台 实际上他们是党的电视台 是吧 党凌驾在政府 凌驾在全民的上面 然后说中谋市 河南中谋 中谋还是中幕啊 要开坝 提出申请了 然后说你吃完尽快回家吧 说甲鲁河 已经快承载不住了 马上要淹了郑州了 中谋市政府提出申请 申请甲鲁河中谋段开坝 淹中谋保郑州 这还有 这是说 这个郑州老乡们别急 央视正在忙着报道意大利的水灾 12点以后才能报到你们那 先等一会儿别急 切记 然后下面有人说了 以为是郑州 再一看是欧洲 我们现在困在地铁里边了 人家水已经很深了 我们地铁里边已经到腰了 大家能看到朋友圈的话 帮我们报个点 我们再 这刚才发过了 这刚才发过了 这个让我想起来 我刚才说啊 这个淹中谋保郑州 这个河北省也发生过 湖托河什么的 也发过大水 九几年吧 当时 因为他的两个滴 一个北滴 一个南滴啊 如果是开北滴 从北边泄洪 那就对北京天津 有威胁 当时就开南滴 就淹了南边的很多农村 啊 饶洋啊 什么那些地方 呃 北边 当时好像有一个 我听说啊 中国政府内部 有一个精神 或者说有一个默契 呃 他是第一 如果华北地区啊 华北地区发生水灾 第一 保北京啊 首都 第二保天津啊 直辖市 重要的工业城市啊 第三 保京广铁路 这是南北大东脉啊 第四 保华北油田 石油嘛 战略物资 他是这么一个次序 那就意味着其他的目标 那普通老百姓 那就淹你 就是这样 好吧 朋友们 就说到这儿啊 这个 半夜十二点多了 哈哈哈哈 嗯 从来出现了